欢迎收睇新闻之父 北韩领袖金正恩的卿长金正男被杀案 马来西亚警方公布初步的验尸结果 杀死金正男的化学物质是可以用作化母的VX神经毒剂 VX是有机轮酸脂 外观和触感都是类似机有 稳定性高之余毒性亦都强 无色无味便于攜带 堪称化学战之中最厉害的杀人武器 VX废化性低而且持续性长 能够在空气之中长时间停留 在常温之下容易由口鼻吸入或者沾在皮肤上 只要小小的一滴就足以致人于死地 美国疾控中心就形容 VX是所有神经毒剂之中毒性最强的一种 联合国亦都将之列为大杀伤力武器之一 神经毒剂的作用是干扰和破坏神经系统 令到肌肉不能正常活动 透过阻碍人体酵素的运作 导致人体的腺体和肌肉疲劳 连呼吸都维持不了 最终呼吸衰竭致死 VX能够迅速杀人夺命 吸入VX的人会在1-2分钟之内出现瞳孔收缩 2-4分钟之后就开始多汗和流口水 而大约10分钟之后就出现抽搐、麻痹和净乱的症状 血压下降、失去意识 最终呼吸困难和衰竭 最多15分钟的时间就能够致人于死地 VX最先是由英国的研究人员 在上世纪50年代发现 当时的原意是研制杀虫剂 谁知毒性太强 没有办法安全使用 唯有放弃 VX被送到军方之后 随即就被列为军队装备 美国就更加视它为重点的研究对象 能够以液态或冒态作为化学武器之用 属于第三代化学战施 VX可以分为暂时性毒剂和持久性毒剂 当暂时性毒剂接触到氧气就会变成气体 而持久性毒剂就会呈现液体或细粉状 撞在炮弹内或飞机上散步 就能造成广大地区染毒 令到接触者中毒身亡 此外 由于杀伤力能够维持60分钟或以上 亦有利于战时的防守或撤退之勇 敘利亚政府军被指在内战之中使用VX 导致大批平民死亡 60年代 美军试验使用VX的时候出错 VX随风飘散到几公里之外 导致草地上的6,000只羊一下子全部死亡 VX和1995年东京地铁毒气事件中 所使用的沙林毒气同样都是属于有机轮化合物 能够对神经传达机能产生作用 不过VX比沙林毒气更加厉害 因为吸入毒性比沙林毒气大几倍 皮肤毒性更加大几十倍 释放VX的人通常都会全身配备防护器材 由头包到脚 假如皮肤接触到VX毒液的话 就必须用清水去洗掉它 并且注射神经药解毒剂 以及振症抗癫痫药去急救 同时亦都要用刺绿酸盐等消毒剂去消毒 才能够避过一死 本集的新闻节目到此